弟兄姐妹晚上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 随着圣诞节慢慢的将近 我们真的是每一天思念起 你是怎么样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而舍命 你是怎么样留下你的宝血 来洗净我们众人 神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一起恭恭敬敬的在你的面前 俯伏在你的脚前 我们每一天来攻读你的话语 我们来读圣经 我们来思考圣经里面的文字 神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在这样的乱世 在这样的末世 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 神你真的是一位仁慈的神 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还有机会悔改归向你 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一起在一起来学习 你一字一句的教导我们 我们把今天平台上所有的事工 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上 求你引领我们 我们之中还有人没有归向你的 我们还有弟兄姐妹还在来的路上 求神引领他们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卷书叫做 The Book of John John是约翰福音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叫约翰 好我们先回顾一下四章的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说 Do you not say 你们不是这样说吗 Four months more And then the harvest OK 四个月以后就要收割了 不是要收割了吗 OK好 I tell you 我告诉你 Open your eyes And look at the fields 你们把眼睛打开 Look at the fields 你们看看这些田里面 睁大眼睛 定睛去看看 Look at Look at 这个说法 Look at 如果用at的话 都是要 听话的人呢 把眼睛聚焦在什么地方 专心看 OK Look at the fields They are ripe for harvest Ripe 是指那个东西熟了 任何东西熟了 水果熟了 稻子熟了 小麦 农作物熟了 都叫Ripe For harvest 可以来收割了 可以收割了 好 我们今天看一下 从三十六节开始 Even now The ripper draws His wages OK 这个Rippers 指的是那些 收割的人 专门来收割的人 Draws his wages 他就拿到 他的这个工资 这个wages 通常就是指 一个人的薪水 但是wages 通常都是那些 薪水比较低的人 按小时算 一个小时 多少钱 多少钱呢 不是那种 大老板级的 年薪多少的那种 所以wages Even now 纵然是现在 He harvests the crop for eternal life 他收获的是什么呢 他收获的是 harvest the crop crop 指的是 我们的五穀杂粮 我们的 这些农作物 叫crop for eternal life 是为了 永生的缘故 他收获的是 永生 他收获这些五穀 是为了 一直到永生 so that the sower and the ripper may be glad together 所以这里有两种职业的人 一个是sower 一个是ripper sower是那些 专门播种的人 只负责播种的 ripper是指后来收割的人 so may be glad together be glad 是非常高兴的意思 be glad 他们会非常高兴 一块的 非常高兴 一起 非常高兴 好 我们来看37节 the saying 因此呢 这个 有个saying the saying 通常都是 世间 世俗 有这么样的说法 叫saying one sows another ribs is true ok 一个人收割 一个人撒种 so is 一个人撒种 另外一个人就收割 所以 有的时候这个撒种 播种的 跟这个收割的人 不是同一个人 所以 这个人撒种 那个人就收割 这句话是对的 is true ok 好 38节 I send you to rip what you have not worked for 我派你们去 去做什么工作 rip 是派你们去收割 而这个收割的东西呢 是 后面有一个从具 来解释他 what you have not worked for 是你们从来没有啊 为这个东西 辛苦劳作过的 没有为这个事情 辛苦工作过的 所以呢 你只是来负责收割的 你可能不是播种的 ok Elders have done the hard work 有别人 已经做了辛苦的工作 也就是当初的那些 播种啊 施肥啊 或者是 除虫啊 照顾这些 庄家呀 那些人都已经做了 辛苦的工作 the hard work and you have ripped the benefits of their labor 而你也已经收获了 收获什么 the benefits of their labor labor是指他们的 劳苦 他们的劳力 所做的事情 叫labor rip the benefits 指的是说 你收获了这个 benefits 是享受别人的成果的时候 是获利 或者是 有什么好处 ok 你已经收获 可以收割这些好处 这些好处 是人家劳动 辛苦的所得 ok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39节 Many of the Samaritans Samaritans 注意发音 Samaritans 在第二音节 Many of the Samaritans from that town ok 从那个城里面呢 有很多的萨玛利亚人 然后呢 Believe in him Believe in him 这个him 当然是指 我们的耶稣基督了 他们相信耶稣基督 注意这个believe 后面有一个in 一个借词 当你是信仰的 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用believe in him because of the woman's testimony woman's testimony 因为这个女人的见证 Testimony 注意这个字 我们常常用的 做见证 He told me everything I ever did OK I'm sorry He told me everything I ever did 他告诉我 所有我曾经做的事情 我所做 我这辈子所做的所有事情 他统统都告诉我了 这个人太厉害了 四十节 So when the Samaritans came to him 当这些萨玛利亚人 来见耶稣的时候 They urge him to stay with them They urge Urge是一再地恳求 一再地求 一再地求 是比较强烈地求他 They urged him Stay with them Stay with them是说 跟他们在一起 跟他们留在一起 And he stayed Two days 而他待在那里 待了几天呢 Two days 他在那里 待了两天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四十一节 And Because of his words Many more Became believers 因为他的话 因为他所说的话 耶稣所说的话呢 Many more 就更加了 更加多了 Became believers 所以注意这个地方 信耶稣的人叫 Believers 所以我们常常问 他信 他是不是受洗了 他是不是基督徒 是吗 他说 Yes He is a believer He is a believer Yes My wife is a believer 我的太太是基督徒 OK 所以我们今天 讲基督徒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字 Believer OK 好 四十二节 They said to the women 他们就跟这个女人讲 这个萨玛利亚夫人讲 We no longer believe Just because of what you said 我们不再 Because of what you said 因为你所说的 我们不再是 我们信呢 不是因为你所说的话 OK We no longer believe 我们不再是 这个句子乍看之下 We no longer believe 好像说我们不再信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不再只是 因为你所说的而信 不是这样的信法 而是怎么样呢 Now we have heard for ourselves 我们相信是因为 我们已经听见了 我们自己 本身就已经听见了 我们自己就听见了 for ourselves And we know that this man really i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而我们现在确认 这个人真的就是 全世界的救世主 Savior Savior是救世主 他是来拯救这个世界的 因为这些萨玛利 因为耶稣在那里 又多待了两天 所以这些人 亲自听到耶稣说话 所以他们说 我们现在相信 一开始可能是因为 听这个妇人说的 所以他们相信了 现在呢 他们亲自听到了 耶稣所说的话 所以他们 因着他所说的话 他们更相信了 不再只是因为说 听这个萨玛利亚人 说的而相信了 好 我们再往下去看 43节 After the two days He left for Galilee 经过这两天呢 耶稣他就去了加利利 Galilee 好 44节 44节这个地方是一个括弧 所以他给你解释一些事情 Now Jesus himself have pointed out 所以耶稣他自己呢 他已经举出来了 他已经指出这一点 pointed out 是指出来了 说什么呢 A prophet has no honor in his own country 他自己已经指出 指出来说 他自己一个先知 一般来讲 一个先知 他是不被人尊敬的 no honor 是不被人尊敬的 在他自己的本地 自己的本家 如果你是上海来的 在你上海的地方的人 可能不尊敬你 北京的人倒是很尊敬你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都已经指出来这一点 had pointed out pointed out 已经说出来了 好 看下一节 ok 当耶稣呢 到达Galilee when he arrived in Galilee 因为Galilee是一个大城 所以我们要用in 到达什么地方 in Galilee the Galileans 注意这个词尾的变化 Galileans 指的是加利利的人 加利利的人 Welcome him 他们欢迎他 he have seen all that he had done in Jerusalem 他们都已经看见了 耶稣已经做了 他在耶路撒冷 已经做的事情 at a Passover feast Passover feast 指的是月节的时候 月节这个 那个吃大餐的时候 他所做的那些事情 过节嘛 那个时候 Passover feast For they also have been there 因为这些人呢 一般过节的时候 他们也都在 也都去这个 耶路撒冷的 所以他们都很知道 当时过逾月节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 好 46节 Once more 又一次 Once more 是又一次 Once more he visited Canna in Galilee OK 所以 他又一次 又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Canna in Galilee 在加利利地方的 这个Canna的地方 他又一次去那里了 Where he had Turn the water into wine 就是在那个地方 他把水变成酒 记得吗 参加那个婚礼 他的母亲告诉他 玛利亚告诉他 哎呀 没有酒了 结果他就把水变成了酒 OK And there was a certain Royal official whose son lay sick at Capernaum 在那个地方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Royal official Royal一般来讲是皇室的 贵族的 这些 Official 他是官方的代表 可能有公职人员 官方的代表 这么一个 一个Royal official 他是个做官的 Kusan lay sick Lay sick是躺在那里生病了 他的儿子呢 躺那里生病了 在什么地方呢 在Capernaum 他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 Capernaum 这是一个很重要 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城市 所以我们要把他的这个读音 给抓住了 Capernaum 好 47节 When this man heard 当这个人 他听说了 听说什么呢 that Jesus had arrived in Galilee from Judea 他听说了 耶稣从这个犹大这个地方 来到了加利利了 所以这个人 他的儿子生病了 他就去怎么样 He went to him and begged him to come and heal his son 他就去到耶稣那里 求耶稣 而且要他来 治疗 把他的儿子给治好 医疗 把他的儿子给治好 who was close to death 他的儿子病很重啊 close to death 快要死了 快要死了 好 48节 Unless you people see miraculous signs and wonders OK 所以除非 这是耶稣说的话 除非你们这些人 you people 你们这些老百姓 看见 miraculous 注意这个发音 miraculous 中音在第二音节 除非你们这些人 看见了 miraculous signs and wonders signs and wonders 这些是奇迹 奇妙的事情 特别的事情 OK 除非你们这些人 看见神迹奇事呢 Jesus told them you will never believe 你们是从来不会信的 你们总是不信 所以总要让你们 看见神迹奇事 你们才会信 好 49节 The royal official said 这个达官贵人 这位 这位人士就说了 Sir Calm down before my child dies 哎呀 麻烦你下来啊 来我家吧 去这个加百农 在趁着我儿子没死之前 赶紧去啊 OK Before my child dies Jesus replied 耶稣就这样回答 You may go 你可以走了 Your son will live 你的儿子已经活了 OK will live 他是一定会活的 The man took Jesus at his word and departed 这个人 这个人 Took Jesus OK Took Jesus at his word at his word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就信耶稣所说的话 Took Jesus at his word 他就是就这样 他就信了耶稣的话 然后他就离开了 Deported 是就离开那个地方了 好 51节 While he was still on the way 他还没有到家呢 他还在走 去回家的路上呢 His servants met him 他的仆人呢 就来 就来迎接他了 这个仆人 met him with the news 带来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that his boy was living 他的儿子啊 都已经活了 OK 儿子就已经活了 好 52节 When he inquired as to the time 当他问 inquired是特别问 问呢 as to the time when his son got better 什么时候 他的儿子好起来的 什么时候啊 They said to him the fever left him yesterday at the seventh hour 这些他们就说了啊 昨天啊 昨天这个烧就退了 这个fever fever 注意这个发音 fever 是指一个人发烧 发热 在那个 seventh hour 大概是从 十二点以后算的 第七个小时 第七个小时 这个 讲好那个时间 这个我们圣经的翻译 和合本翻译的是 以前的时代 讲时间的方式 未时 ok 不知道未时是几天 ok 好 53节 Then the father realized that this was the exact time at which Jesus had said to him 所以这个父亲 马上就了解到 realize that 他马上清楚 马上知道了 这个时间呢 仆人讲 他儿子转好的时间 就正是 exact time exact time 就是那个时候 什么时候 at which Jesus has said to him 就是耶稣 跟他说话的 那个时候 耶稣说了这句话 your son will live 你的儿子 会活了 so he and all his household believe 所以他跟他的全家人 all his household 他家里上上下下 全部 这包括仆人 包括他家里的 所有住在一起的人 believe 他们都相信了 好 54节 This was the second miraculous sign that Jesus performed miraculous sign 这是一个奇迹 神迹 这是第二件神迹 耶稣呢 做的神迹 所以做这个神迹 我们用一个动词 performed performed 注意这个perform 好 Having come from Judea to Galilee 这个是从他 从犹大神 回到加利利以后 他在那里所做的 所以圣经特别记录 这件事情 好 我们第四章 在这里结束 我们看一下第五章 这个字 就是我们的这卷书的名字 叫John John OK Chapter 5 是第五章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 Sometime Later 这个事情以后 Sometime 这件事情以后的 有一段时间呢 Jesus went up to Jerusalem 耶稣就去了耶路撒冷 做什么呢 For a feast of the Jews OK 他为的是一个节日 一个节日 Feast 是一个节日 Jews呢 是我们的犹太人 为犹太人的一个节日 他去上耶路撒冷 那个时候 耶路撒冷是一个 很大的城 不只是商业的中心 而且 它是一个信仰的中心 所以 这些基督徒们 他们 犹太人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节气的时候 他们都是要到 这个耶路撒冷去的 好 我们来看第二节 第二节 Now There is In Jerusalem Near the sheep gate A pool 所以这个句子 最重要的讲的是 There is a pool 那个地方有一个池子 池子的位置 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在耶路撒冷 In Jerusalem 靠近什么地方 Near the sheep gate Sheep gate 那个地方有个地名 叫做 Sheep gate 叫羊门 Sheep是羊 那这个池子呢 就在那个地方 Which in Aramic Aramic 是指我们的这个 怎么讲 这个是 Aramic 指的是我们的西伯来话 西伯来话 他们 在当时的时候 也有人叫亚兰话 亚兰语 OK Aramic It's called Betheida 所以在 其实用亚兰语 或者是用西伯来语来讲的话 它就是叫Betheida 就叫Betheida 好 And which is surrounded by Surrounded by 这个附近 围绕的这个池子 有什么 OK 环绕着它呢 它有被什么环绕着 Five cover Colo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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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那种 狼柱的那种 有一个像走廊一样 但是它有柱子的 这种叫狼柱 狼柱的这种 这样子的情况 有柱子的 走廊一样 这样子 很多时候在罗马时代的时候 很多这样的建筑 都是有柱子的 大柱子的 这种走廊 So five cover colonies 好 然后呢 第五章的第三节 Here A great number A great number 指的就是什么样 这个数字还蛮多的 相当数字的 这些什么呢 下面这些人 Disabled people 有一些这些残疾人 这些残疾的人 Used to lie OK Used to OK 他们常常在那里 常常在那里 都是在那个地方 就在这个池子 这个位置上 Lie OK Lie是他们躺在那里 那里躺着很多的残疾人 The blind The lame The paralyzed Blind我们知道是瞎子 Lame呢 是瘸腿的 Paralyzed Paralyzed 是指那些中风的 不能动的 中风的 所以这些人呢 就是圣经翻译做 血气枯干的 这些东西 多半就是不太能动的 叫paralyzed 注意那个Y字母 是发I的音 paralyzed 好 我们来看下面 五章四节 五章四节 这个地方是一个解释 From time to time OK 不时的 From time to time 经常的不时的 An angel of the Lord OK 天上这个神的天使 神的天使会怎么样 would come down 会下来 会有天使下来 And stirred up the waters 他们会搅动那个水 天使会搅动那个水 The first one into the pool After each Such disturbance 这个disturbance 就是指那个搅动 指那个搅动 每一次 第一个 The first one 第一个 进到池子里面 只要天使一搅动以后 第一个进到池子里的人呢 would be cured be cured 就会被治愈 不管他们原来是什么病 什么残疾的毛病 他就会be cured 会被治疗好了 治愈了 of whatever disease he had 所有他有身上有的病 就马上就给治好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 池子 常常有天使来的 OK 第五节 One who One who 是指有这么一个人 was there have been an invalid for 38 years OK 这个人 有这么一个人 他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池子那里 and had been an invalid an invalid 就是指说 他是个病人 他病了 OK 他已经在那里做病人 已经多少年了 for 38 years 已经躺了38年了 38年 好 第六节 When Jesus saw him 当耶稣看到这个人 哇 这个人躺在那38年了 lying there l-y-i-n-g 注意这个事 他躺在那个地方 and learned 他就理解到了 他就知道了 that he had been in this condition for a long time 他已经这样的状态 this condition 指的是这样的状态 已经很久了 for a long time he asked him 所以耶稣就问他了 do you want to get well get well 是好起来 痊愈的意思 你想要你的毛病 好起来吗 要不要啊 do you want 第七节 Sir 这个人就说话了 the invalid replied 这个invalid 这个病人就回答了 I have no one to help me into the poor OK 我呀 我没有任何人 可以帮助我 OK 因为他们这些人 不能动的 生病的 跛脚的 或者是瞎子 他们都需要有人帮忙 才能进到这个池子里头去 into the poor when the water is stirred 当这个水被天使搅动的时候 这个stir是搅动 当这个水被搅动的时候 我需要有人帮我 进到池子里去 well I'm trying to get in 当我正在想方设法 要进去的时候 进到池子的时候 someone else goes down ahead of me 总是有人怎么样 someone else 其他人 别人呢 他们就先下了池子了 ahead of me 在我之前下了池子 你知道只有一个机会 每次天使搅动这个水的时候 第一个进到池子 才可以被治愈 他永远都不是第一个 总是有人比他更先进去 所以呢 他就失去这个机会 等了38年了 第五章第八节 Then Jesus said to him 耶稣就对他说了 get up 起来 起来 你站起来 起来 pick up your mat and walk 因为这些人都躺在那 都是有个垫子 褥子 铺在那的 所以他说 pick up your mat 把你的褥子 把你的垫子 拿起来 and walk 走吧 你们就可以 你就可以走了 可以行走了 第九节 at once 立刻的 立刻的 at once 是立刻的 立刻 马上 the man was cured 这个人马上就被治愈了 就治好了 he picked up his mat and walked 他就把他的褥子 拿起来 然后就走了 the day on which this took place the day 这一天 这是有指定的 指定的 这一天 这一天 哪一天呢 on which this took place took place 原型是take place 这个发生的事情 就在这件事情 发生的那一天 用一个on on which ok 在这一天 was a sabbath 他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安息日 耶稣把这个人治好的那一天 就是一个安息日 was a sabbath 好 第十节 and so the jew said to the man 所以啊 这些犹太人呢 他们就跟这个人讲 sad to the man who had been healed be healed 注意这个地方 healed healed是治愈 这个被治好的人 犹太人就跟他说了 it is the sabbath 今天是安息日 the law forbids you to carry your mat 这个我们的律法 是不准你做任何事情 所以律法呢 不准你forbid 禁止你 carry your mat 你不能拿你的褥子 不能拿着褥子 因为拿着褥子 走路这个也算做事情 所以你不能做任何事情 安息日不可以做任何事情 他们简直严谨到这个地步 简直迂腐到这个地步 就是连拿的褥子也不准拿 好 第十一节 but he replied 这个人怎么回答呢 他回答说 the man who made me well made me well made me well 是指让我变好 这个让我变好的人 sat to me 他跟我说的 他说了这句话 意思就是指耶稣 耶稣跟他说的这句话 pick up your mat and walk 把你的这个褥子拿起来 然后就可以走路了 就可以走了 所以他说 这是他跟我说的 ok so ok so they ask him 所以他们就问他了 who is this fellow ok fellow是家伙 这不是敬称 fellow是很不尊敬的说法 谁是这个家伙呀 who told you to pick it up and walk 谁呀 谁是这个家伙叫你说 把这个褥子拿起来 然后走开的 谁告诉你的 ok 他们就这样问他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第12节 我们停在这里